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OK 里面是什么材料 里面是什么用意的 这是榴莲 榴莲 榴莲咯 榴莲咯 我就是榴莲咯 炸榴莲咯 这个是炸的榴莲咯 很酥脆的感觉 我还要用 爆浆呢 有点问题 有点难度 其实原本我没有这样 这个你不要一口一口要咬下去 以前这个甜品没有这样文雅的 现在还有白色 以前是每段点就那么整间摆下去 没有 应该是这样子 咬下去 这个 阿果姜分进入口 我要先吃榴莲的姜 这什么榴莲 这个是 现在是分的一种 就是第24 主要是第24 可是榴莲不是有季节性的水果吗 有 其实今年 不是讲今年 最近这几年 好像是最后已经 最后跟中值的那种 很浓郁的种植 可以沿到 每年有两三个阶段 中部 南部 北部 现在都不成问题 只要你把它做成榴莲浆的话 你都可以冷藏 收藏都可以 之前我们这些 确实有两点 那么它有 会不会分别 比较像一般它新鲜的和冷藏的 冷冻的过后 它味道方面会不会有差别 会有那么香 香度会流失一点 但是榴莲本身的 本质的榴莲的果香会比较热 你香喷喷那个气味的香 就肯定会流失一部分 可是为什么当初没有放 想过是 因为现在都是液体状嘛 你有没有想过放果肉进去 果肉可以 但是有时候 刚好那个果肉的纤维体 比较粗的话 那感觉也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变成 在做的时候 以其这样 倒不如做成果酱 磨油它 对啊 磨油它 变成你不会吃到那个纤维体 不然的话 你看好吃 你吃到那个 榴莲比较老素的一点 有根有纤维就碰好了 这个圆圆粒粒 紫色是什么东西 对 我也是对这个很好奇 它很可爱 这是芋头包 好漂亮 芋头雪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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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头也是有冰的 没冰的 没冰 那他们也叫雪花包 雪花包是 形容布面的那个 那层脆酱 哦 你说上面那个 类似雪花酱 它是除了芋头味之外 还有别的味道 我本身有 我们这里本身有三个味道 一个是牛油果 就是青色的 一个是奶黄 就是白雪的 那老板 你现在即将会做什么呢 除了研发这个新口味的这个冰之外 现在我们是逐渐的去进军去 萝卜粥 哦 开新店吗 开新店 新的分行 然后呢就 创中我们的那个食品加工厂 哦 要做出国了 哇 要做到国外去 对对对对 所以以后可能在日本啊 韩国啊 香港啊 台湾都可以吃到 我不敢去求得这么远啊 不过今年年尾的 年尾的步伐 我们就会进军广州了 好 老板 OK 谢谢你了 那祝福你 我以为你们要合作啊 我们要我啊 好像合作开店那样子 我也来合作 对 来 一起 那你也一起啊 好 一起 你做我们的代言人了 也不行啊 老板靠你了哦 代言人啊 那就由 今年开始吧 好 谢谢 遇祝成功 谢谢 谢谢 谢谢楼姑 谢谢老板 那知道你呢 在出道的时候是在演戏 对不对 是 在演戏啊 那你现在当了DJ 在电台工作的那个生活习惯方面 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啊 呃 有 是思想上有一些不一样 思想 对 因为你当初演戏的时候 我会认为DJ很容易当啦 就好像大家都会问我 身边朋友也是问我 没有啊 我看你当DJ是真的很容易 就打十点后就off air 就随便讲讲话啊 那四个小时你就可以off air了 然后就可以做自己东西啊 要回家还是什么 我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咧 我也是这样子的想法 可是呢 当我进入这一行 真正的自己去做了之后 很辛苦啊 好像读大学这样啊 你就是每天都要看不同的东西 看新闻啊 要读啊 要想啊 要写啊 你在电台所有听到的那些 我读出来的声音 大多数都是我自己写的 所以你就要不断地写稿 要准备公布那边要很多 对 要做很多 而且 因为我不属于一个很creative的人啊 从小到大都是的 可是 我很讨厌creative的 如果我很creative 要把我去做了 画家咯 可是呢 就偏偏你越少去碰的东西呢 然后你最后就遇上了 所以这个DJ的行业 我从来没有想到它是 一个需要这么多creative的 那接下来的工作的计划呢 接下来的工作的计划 接一些电影来拍 还会吗 当然是希望会接电影来拍 可是这种东西因为 可遇不可求 还是要等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样子 所以再看啊 但暂时来说 是先专注在电台的工作 这样 依你来说 你应该是比较喜欢电台的工作 蛮享受的嘛 依我来说 对吗 我当然各方面都喜欢 但是如果讲要比较的话 拍戏以后还是觉得比较好玩一点 因为你当DJ 他好像 你当久了 他好像早久晚午的工作啊 你每一天一到五 都是在同样时间起床 做同样的东西 只是那个新闻不一样 只是你想的东西可能 辛苦在于你每一天要想 不一样的那个idea 然后你写的东西 就在这上那个routine还是一样 可是你演戏不一样 你一部戏可能连续剧三个月 对对对 然后你 你演的这个角色三个月 闷了 你下个月角色又换了 所以那个精彩都这样 最想做的是 你写什么都这样 都让你 在完成你的心愿的 当歌手哦 因为我其实 电视主持人我做过了 我有出过 赫水专辑出过了 电台地界做过了 演员做过了 舞台剧演员做过了 舞台剧演员做过了 全制的歌手 舞后我也做过了 是 我都做过了 所以可能歌手吧 但是那个也是最难实现的 歌手跟舞蹈员 最难实现的 我同手同脚 太厉害了吧 是 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到 什么时候要停下来 想到那个结婚方面的东西呢 结婚 其实 应该有男朋友了吧 很 好直接哦 哈哈哈 有深入一点啊 深入一点 结婚已经很深入了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 关心的嘛 对不对 好啦 其实结婚是 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都希望 最后能够 附入教堂 然后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然后呢就做少奶奶 然后不用工作 这样子 最好就是这样的生活 最享受了 可是呢往往 呃 事与愿违嘛 还挺渴望的 嗯 不会很渴望 好像很恨家这样 不要很渴望 但是呢是 我抱着那种心态是顺其自然 应该 应该是这样的 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的 对啊 就一来自然 像是你说你 想求太多 你反而得不到 对对对 所以就 做为自己咯 然后分开心怀 无论做什么事 都是要抱着这个心态 好了 好了那我们祝福我们的阿杰咯 好 谢谢你的到来 谢谢龙虎 其实美食在我们人生中 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往往能够在一盘美食之中呢 就能够看到很多人的故事 就好像从一碗冰 就能够知道老板的心路历程 也可以从一碗冰 就看到顾客们的种种心情 那是炸到完全熟还是半熟 80%熟 80%熟 80%啊 怎样是要80%呢 你 我们看好像黄黄一点点的 就可以了 黄黄 我看到黄黄 1 2 1 1 1 2 2 2 3 2 3 2 2 1 2 2 2 4 2 2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